Hello 各位同学,我们继续讲 Areas and Volumes 师傅书 上一次我们看了一个例子 今次再看一条 The figure shows a cylindrical tank of base radius, 8cm containing some water At first, the depth of water is 7cm 原本水位深度是达到 7cm 这个给了,原本是这么高的 接着,Rectangular rod 一支长方形的棍子 With a square base of size 6cm 它的 base是一个正方形 Square base, 6cm 接着,放置 into tank vertically 垂直地放入这个圆柱形的缸 Water level rises 很正常的,放置到水位,水位当然会上升 A,找到Volume of the water 首先,想找到水位的体积 我们由原本还未放置一支棍子 因为原本还未放置一支棍子 就没有棍子占据空间 但是原本的水位是达到7cm 而它这个Cenerical Tank 它的 radius 它达到8cm OK? 所以,我本身这个范围 就是水位佔据的范围 OK? 所以我们就计算这个Cenerid 的Volume 就知道水位是多少 A1 part 就直接简单 OK? Volume of the water 就是Pi r square h Pi r square h 就是8 square 乘回h的height 就是7cm OK? 所以就是448pi OK? 记住留下这个 这个有帮助的 对于我们之后计算的 OK? 接着呢 就要计算了 因为它要求的是 2 decimal place 最后答案 所以我们也要计算 成为Pi 进去吧 拿回1407.43 cm³ Corect to 2 dp 记住这次是Cm³ 因为是Volume 留意我们在计算什么 记住写上一个对的单位 对了 接着A2 part Find the increase in water level Increase in water level 这个图画了给大家看 现在我的问题就是 究竟这里的水位升高了多少 OK? 水位升高了多少 喏 怎算好呢? 怎算好呢? 有点复杂 这里就给大家一个提示 之前的问题其实都一样的 我们都是捉住同一样东西 就是 水的Volium 是不变的 即使水 是可以变它的形状 OK? 水的形状是会变的 现在浸了浸棍下去 它很明显就不是整个Sylangical 不是一个圆柱体的形状 因为中间通了一个长方体的洞 那些不是水的浸棍 但是呢 它的形状不同了 但是它的Volium 是不变的 我们捉住这个重点 Volium 是不变的 那就是什么呢? 本身我还没有放 一支棍下去 水的Volium 是这么多 放一支棍下去之后呢 水的Volium 都一样是这么多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应该是找什么呢? 其实就是找一下 那些水 放一支棍之后 OK? 它是 这里的高度是多少? 应该是 假设它这个 increasing water level 叫H 下面是7cm 所以这里整个 应该是H加7cm 那么高 但是呢 它不是整个Cylinder 中间呢 这里呢 它会穿了个孔的 OK? 就是穿了这一个 这支棍的孔呢 它没有佔到这个空间的 所以我们要算 浸了棍之后的水 Volium 应该是什么? 升了水位之后的Cylinder 再减了中间 那支棍佔到它的空间 那就是用Cylinder 减了长方体的Volium 就等于水的Volium 对不对? 我们捉住的重点 只是水的Volium 是一样 不变的 跟之前的问题一样 OK? 好,所以啦 就是这样写了 首先 我先放了H increasing water level 是H 那么多 重点 Volium of water After the rock is placed 插了这支棍之后 的Volium 是等于 本身的水 的Volium OK? 插了这支棍的Volium 如何找呢? 应该找到 Cylindrical的Volium 掩上中间的棍 佔它的Volium OK? Cylindrical的Volium 就是 πr²h 所以你看到 是π 乘回 r² 也就是了 8² h是多少? 这次是7 加H 7加H 因为它的水位声高了H 那么高 所以呢 就是7加H 的高度 再减 减什么呢? 6² 乘回7加H 为什么是6² 乘回7加H 因为它的棍子 它的棍子 浸在水的高度 就是水位 整个水位的高度 就是7加H OK? 所以呢 这个就是6² 乘回7加H 那就是 那支棍子中间 浸在水的Volium 是多少? OK? 那就是用这个Cylinder 減走中间的Volium 就等于水的Volium 等于448π OK? A1 part 就算了 OK 那接着我们就算了 接着它这个做的动作就是 抽了7加H Cylinder 接着就是64π 減回36 之后呢 因为我们没有比较算H 所以就除了这一块 整个Felinder 除了旁边 OK? saber 那将446π 除了64π 減36 OK? 接着再減回7 我们就要按 它完全不能按 点 因为它想整个 回应 因为我们之后还有彫匙b 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机会 用一个准确数字 所以他可以 om 利用这个背景 接著按機,就得到答案是1.53 因為最後我們需要兩個Decimal Place 這裡按大塊,不是很方便 正常就是這樣保持一大塊 但是按大塊,有時按機有些反,或者寫有些難度 那怎麼辦 有另一個方法,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 最後答案是要求Correct to two decimal place 最後一定是兩個小數點位 未到最後答案之前,可以多拿兩個小數點位 多拿幾個小數點位,多拿兩至三個小數點位 即是說我們可以在這裡按一按機 我們這裡寫一個答案 這個是1.53 如果用兩個小數點位的話 但是我們可以多拿幾個 我今次就多拿兩個位,這裡就是1.5267 這個就是四個小數點位 我們之後就可以用這個1.5267 來幫我們計算 所以回答問題 Increase in Water Level 就是1.53cm 接著就是部分B Found the increase in the area of the wet surface of the tank Wet surface of the tank OK? 那就是有這個Cylinder的Cylinder OK? 這裡可以浸到水 以及它的Base可以浸到水 但是這次要找什麼? 這次要找的是Increase in Area 是這個Area增加了多少? Area增加了多少呢? 只是增加了Increase in Water Level 這一塊的Cylinder 本身的水已經浸到7cm對下的位置 所以這些不用管了 我們這次要找的是Increase in the wet surface 即是說是上面這一層的Cylinder 所以我們Cylinder的Cylinder是2π RH 我們要用R和H H是什麼? H是Increase in Water Level OK? 所以就是這樣 Increase in Area of the wet surface of the tank OK? 按照抄而已 這句話好像很複雜 按照抄的問題而已 Increase in Area of the wet surface of the tank 按照抄一次而已 OK? 接著就是2πR OK? 就是8 R 乘回這塊 這是什麼? 這塊就是A2part 那塊很大塊的東西 記不記得嗎? OK? 這塊嗎? 就是這樣 我們如果計算 應該用準確數字計算 另一個方法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多拿幾個位置 OK? 我們可以把這個位置 用回1.5267 OK? 這塊配號 我們用回1.5267 都可以的 最後呢 我們最後計算答案 拿回兩個Decimal Place 我們都一樣會拿到76.74 好嗎? 如果你用1.53 去計算 就會拿得不準確 就得不到76.74 OK? 那對答案來說 你就有錯了 這個多拿兩個小數點位的方法 不是一定準確的 如果你的最後答案 是有很多個位置 其實呢 是長過你現在本身 你拿了4個小數點位 其實呢 又配合5個數字 但如果你最後答案 其實有6.7個數字 其實你拿多兩個小數點位 都會不夠準確的 所以呢 這個也是一些自衝方法 如果可以的 就盡量拿回一個最準確的數字去計算 去到最後的答案 記住都要拿回兩個小數點位 問題就是這樣 這裡就比較長 我們需要知道的就是 Increase in Water Level 我們怎樣計算 捉住的重點就是 水的Volium 是不變的 無論它的形狀變成怎樣都好 我們計算水的Volium 是不變的 這樣去計算 我們就可以計算得到的了 OK 記住這一個其中解決問題的重點 很多問題都可以捉住這一點 我們就可以解決得到的了 OK